最近出了一个大事 做私域都要收费了 企业微信家好友一个人一年一毛钱 这消息一出来 做私域的商家们都要炸了 如果家客户都要收费了 那肯定就赔钱了 还有人说这私域本来就不赚钱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呢 根据见识科技发布的2023私域趋势白皮书里显示 在私域里每个月流水超过100万的品牌 从2021年的16%直接提升到了20.9% 而且每个月私域流水10万以内的商家占比 也从26%扩大到了33% 这说明了什么呀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私域里赚到了钱 而且不只是大品牌 越来越多的小生意也开始在私域里赚钱了 数据不会骗人 可以说私域就是闷声发大财的好地方 那既然私域这么有潜力 而且一个人一毛钱这听上去也不贵 为什么还有人要跳脚呢 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企业微信为什么要选择收费的原因 那就是挤掉水分 淘汰掉那些粗暴的打扰用户的私域 以前添加用户没有成本 100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下单 那就是赚到 微商时代国的就是一个下单的概率 家的用户越多 这发的广告越多 成交的机会也就越大 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那就是微商广告的狂轰乱炸 而收费之后呢 这种不良的生意模式就运转不下去了 收费的本质呢 就是倒逼私域进入精细化的平时代 把真正有价值的用户呢给留下来 把服务给做深做透 实现跟用户的一个双向奔赴 这才是私域赚钱的一个王道 看看一直在做私域的品牌都是怎么收费的吧 就比如说瑞信哈 前几年呢靠着私域爬出了烧钱补贴的无底洞 去年就实现了正向引领 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呢 更是同比增长了84.5% 他们的私域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这喜欢拿铁的用户呀 绝对不会收到美式的推送 根据不同城市的天气情况呢 推送不同的优惠券 私域的拉黑率呢只有千分之三 而瑞信的私域要交多少钱呢 根据瑞信的公开材料我们来算一算 瑞信刚开始做私域的时候呢 只添加了近200万的用户 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 一年要付20万 天上就很吓人 但是报道里说呀 当时呢通过私域直接下单 或者通过社群发消息提醒促单的方式 每天就能够新增13.5万多倍的销量 按照一杯咖啡20块 那就是270万呀 这还只是一天的营收 那按年来算的话将近10个亿的营收 一年20万的成本跟这比起来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尽 还有一个荷兰的奶粉品牌呢 他们的私域啊 会根据每个宝宝的不同阶段提供给宝妈不同的服务 比如说给孕晚期的宝妈呢 提供一些分娩和新生儿护理的内容 宝宝一到两岁呢 就提供更多关于育儿和启蒙的知识 他们的私域呢 人也不多 只有不到100万人 听说早在2021年情景618一天 私域里就能产生上千万的营收 而最近100万的用户 一整年要支付的费用只有10万 不仅如此呢 他们用私域不仅能赚还能省 开源节流两头抓 奶粉心品上市了 在私域里做一下这小100万的顾客就知道了 如果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去投广告的话 要100万人看到这广告 最少起码要花费10万块吧 而这还只是看一次广告的钱 但是在私域里呢 每周发一次广告不够分吧 一年52周就节省了520万块啊 甚至呢 这达人种草的钱都可以省了 因为他发现私域群里有很多爱分享的宝妈 他们写的内容呢 带着真情实感 比这个花钱种草的博主呢 还更有感染力 所以呢 他们就鼓励用户呀 到小红书的平台上分享一下真实的感受 然后呢 可以收到一份小礼物 就能换一篇真情实感的推广 以前找达人种草也得上百万 这些都省了 一次投入多分回报 所以呀 如果一个私域粉丝一毛钱都赚不回来 那得先看看这粉丝 是不是需要清理一下 自行一下私域的做法了 2023年私域不是做不做的问题 而是如何做大做好的问题 当然大家有好的方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吧